浪爷带着国君贴身宦官黎公公和金家侍卫要去万年县衙救出金木葱 而正在当肩负的县令王启克在得知此事后内心不禁大惊 但随后又大喜起来 沈浪 国度内大佬你都感觉简直是自寻死路啊 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救得了你 想到这里他直接起身穿上官服 出门前还让陈氏赶紧去城外农田抓马皇一被等会折磨沈浪和金木葱 陈氏阴沉的死于脸玩耳一笑道 哪还用得着去城外农田 这县衙后面的池塘多的是马皇我这就带人去打捞 王启克听后菊花又是一紧 看来这毒妇果然是算计好的 连哪里有马皇他都一早瞧准了呀 王启克稳了稳心态对着誓言说道 立刻去通报万年千户所 让他们赶紧派兵前来支援 而此时万年县衙外 一群衙衣手拿水火棍已经挡在了门前 马车上的沈浪见状便嘱咐离公公让他先待在轿子里 若是王县令不肯听劝再让他出面 这是当走出县衙外的王启克 见到带兵前来的沈浪不禁怒斥道 大胆沈浪 你这般驾驶难道是想造反吗 而沈浪则是不急不躁地说道 王大人还请你立刻释放金木聪 否则后果恐是你承担不起的 王启克听后不禁大笑起来 小小坠去好大的口气 你以为圣庙被烧的热度能压下金木聪的案子吗 别白日做梦了 浪爷听后内心一阵冷笑 呵呵 又到了我不要演技的时刻了 随即他暴躁地喊道 神浪听后气势顿时弱了下来紧张地说道 没有旨意 但是我能听出国君的意思就是要放出金木聪 王启克再次大笑出声 神浪你尽敢妄自揣测陛下心意 单凭这条就能治你的罪 你还想要救人吗 我告诉你神浪 放人是不可能的 既然你有胆子带兵前来 那你就来劫狱吧 神浪气急败坏地指向王启克道 金木聪被人陷害证据确凿 作为县令你却不作为包庇罪人 于放夫妇犯下滔天大罪 王启克你就等死吧 说完直接对金家侍卫下令 冲进县衙大老姐就金木聪 王启克见此一幕内心狂喜不已 终于动手了 国君脚下你神浪竟敢率领家族侍卫冲击官府 你今世就等着被抄家吧 片刻后看着县衙外几十名牙役全部被重伤在地 车上的黎公公几乎是捂着脸看完了一切 神浪啊 你好歹也是和国君谈笑风生的人 你这么做也太没底线了吧 还有这个王启克 他要是知道神浪做了什么 估计现在想死的人就是他了吧 一刻钟后 沈浪带着侍卫们来到了地牢中 傻憨憨金木聪静睡眼 心松一脸迷茫的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姐夫会出现在这里 直到看到沈浪身后的金家侍卫 他才惊醒过来 姐夫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人来 难道你要劫狱吗 不行不行 姐夫你快走 这劫狱可是大罪 我金木聪可以出事 可金氏家族不能没有你啊 看着金木聪紧张的样子 浪爷心中一阵感动 谁说我们肥宅傻的 他明明很懂事的呀 想到这里他也不想过多解释 直接下令让侍卫们将金木聪抬出来 无论傻憨憨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了 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县衙便被拦了下来 此时只见面前密密麻麻地 站满了千户所的官兵 浪爷故作紧张壮地说道 王大人 我可是奉国君旨意来带走金木聪的 你这是要抗旨吗 王启科却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沈浪 都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说这是国君旨意 那你倒是把圣旨拿出来给我们众人看啊 说完面色一沉指着沈浪贺道 玄武伯爵府坠续沈浪假传 圣旨七军网上 携带家族四军攻打万年县衙劫狱抢人 此举鼠谋反重罪将他们即刻拿下 如有违抗格杀勿论 说完身后重兵在王启科的号令下 便朝着沈浪等人一冲而去 而这时浪爷则是不紧不慢地掀开了马车的 连步显出了在车内等候多时的黎公公 王启科顿时瞳孔咒缩 这竟真的是国军心腹大太监李笋 此时只见黎公公一脸大无语的缓身走下了马车 而后站在众人面前开口的 国军口谕 金木聪一案乃子虚乌有 命万年县令即刻将其释放 商人于放私自贩卖大言禁输东里厌史 诛杀全组 这一刻王启科只觉得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他没想到沈浪竟真的有国军的口谕 而于放则是被吓得跪在地上不住地求饶 他是真的没有卖过东里厌史 而独副陈氏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指着沈浪大骂 口中竟还想让王启科继续为他出头 陈氏的这一举动顿时要把王启科吓尿了 死里人快闭嘴吧 你不想要命了也别拉上我呀 而浪爷却只是抽了抽嘴角 直接下令将这过躁的鱼放夫妻按下 随后在两人的惊恐下沈十三 和另一名侍卫直接将他们按跪在地 而陈氏手中端的碗也应声掉落 咦 这是什么 沈浪好奇地走上前端起了装满马黄的碗 有这些滑布溜秋胖乎乎的虫子好可爱呀 一定也十分的有营养吧 待浪爷将碗送到陈氏面前 时陈氏整个人都下马了 这时浪爷回头看向金木聪 胖子 见到可怜之人可以同情 但不要轻易尝试去改变他人命运 人心不足舌吞向 你要记住这次的教训知道了吗 陈氏此刻也看清了事态严重性 跪在地上不住地给沈浪磕头求饶 之后索性直接指着于放说道 是他 是于放让我给金木聪下要陷害他的 还有 还有县令王启科 这件事都是他指示的 他还威胁我强暴了我两次啊 沈公子我都已经招了求您放过我吧 听了陈氏的话 让爷轻烈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谁做的都无所谓 我已经不在乎真相了 也没人再去在乎这件事的真相了 说完便让沈十三直接掰开了陈氏的嘴 然后将半碗马黄倒入了他的嘴里 陈氏想往外头 奈何沈十三死死地按住了他的嘴 直至他将马黄燕进了肚里 不出片刻 陈氏便在地上疯狂地挣扎了起来 口中发出了无比凄惨的嚎叫声 一旁目睹全过程的余放 已经被吓到语无伦次了 可他嘴里还是在喃喃地说着自己要做官 不后悔自己做的这些事 然而不等他继续说下去 浪爷已经让人掰开了他的嘴 并将剩余的半碗马黄倒进了他的嘴里 一时间夫妻二人杀猪般的叫声 传遍了整个县崖外的大街小巷 王启科见到这恐怖的一幕 以为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了 直接下滩在地 而浪爷只是看了他一眼 便对沈十三说道 这两个人叫声太影响示容了 你去把他们了结了 说完便走向王启科 直接揪起他的官府冷声说道 王大人 您不但自己违抗圣旨 而且还带上了千户所官兵一同违抗 您摆出这么大的官威 是有什么想法吗